这里是美丽的海滨小镇 葡萄牙的卡什卡伊斯 美洲杯翻船赛 卡斯卡伊斯世界系列赛的 最后一个大项的比赛 还有两个小时就要开始了 在这个间隙 我有幸跟中国支队的 董事长汪朝勇 稍微聊一下 朝勇你好 贝贝你好 很高兴你能够来到卡斯卡伊斯 我也很高兴 现在已经待了 大概有一天 一整天一整天半的时间了 看到了中国队的基地 见到了中国支队的船员 昨天也看了一些 美洲杯的船赛 不知道目前来说 有什么样的观感呢 来之前呢 我就对我们中国队的 这个前几天的表现 感到很高兴 最好的成绩 我们达到了第三名 累积的成绩 最好的成绩到了第五名 那么昨天来了以后呢 刚好是这个修战 在培训训练 所以我也有幸和 中国支队的队员们 一起出海 在船上还操作了一下 所以在海上呢 这个感觉非常好 那么美洲杯船船队对你来说 是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对你来说有多重要 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支持这样 我觉得这个层面很多 比如说从中华民族的这种航海 传统的复兴的角度来讲 我们知道我们600年以前 有那个镇河下棋 曾经是非常的辉广 有很发达的航海技术 可是近代我们丢失掉了 而且中国的腮落 是从海洋上开始的 那么现在最近的30年 中国的兴起和强大 也是从沿海地区 对外开放开始的 所以我觉得经济的复兴 自然会带来我们对 传统的这种文化 包括航海的这种传统的复兴 所以我们要组建中国队 参加这个160年历史的美洲杯 要让这个世人知道 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航海传统 也在复兴 我们要进入到航海的 大国的系列 第二个就是说 它也是代表一种企业家精神 一种拼搏精神 一种科技创造的精神 因为美洲杯它代表着 这种高科技 这种团队精神 以及还有对这种生活品质 品味的一种追求 因为航海它是代表着 人们对好的生活的一种向往 对自由精神的一种向往 所以它是一个多层面的一种组合 所以我想我做这个美洲杯 是向世界展示我们中国新一代的企业家 他们的一种精神的追求 我们不靠政府 我们是用 纯粹用民间的资金 来参与这个美洲杯的比赛 那这个理想是非常非常 怎么说的可敬的 当然道路也是艰难的 那你既要去创建一个这个航海的运动员的航空船队 同时还要建立整个这个支持性的管理的团队 这样一个过程 跟你其他的这些投资项目 建立这个startup 这些创业团队来说 目前来讲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区别 我觉得是一起同工 因为这个做一个航海船队的一个资源整合 和我们去投资一个企业 然后帮助企业整合资源 然后获得发展 这种走向资本市场 是同样的道理 同时这个航海过程中 比如说我们面对海上的风浪 我们这个承担风险的这种能力和勇气 其实跟企业很像 所以这个航海和企业加和投资 其实是一个同样的一种过程 那你从接触航海之后 你觉得对你的人生 对你的这个投资业务理念当中 有没有一些新的这个教育 有这个从航海过程中呢 学到了很多的东西 也接受了很多的这种精神的养分 获得大海给人类有很多的启迪 你就要去享受这种大海的这种 它的宽广啊 自由啊 同时也要去规避一些这个风浪 不要把这个船队带向这种不可知的这种风险 这跟做人做企业做投资都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同时自从参与了航海以后 我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我周边的很多的企业家 包括我们投资的一些企业 都愿意参加这个圈子里边 然后呢我们就带着他们到全世界各地去走一走 也让我自己把它当作一种这个这种度假呀 放松啊这么一个过程吧 十几年前的时候你去了这个华尔街在那里工作 二十多年前 然后你走出华尔街建立了自己的投资公司 现在呢走入这个航海圈子里边 最高端的全世界最高端的这个航海俱乐部 有没有这个似曾相识的感觉 有 其实当年进华尔街 成为这个摩根森林中国区的这个 这个首人的首席代表 其实那时候这个这个是 在中国那时候留学生的圈子里边 其实是很难得的一种机会 那么后来创业以后投资一些公司 比如像百度这样的 成为世界级的这种搜索引进公司 它也是一个这个高不可看 看上去高不可看的目标 最后被那个李彦宏达到了 这个做美洲杯刚开始很多人认为 这是可望不可提的一种目标 因为这毕竟是航海大国 西方的大的企业财团在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也做到了 所以这样的话 从这个07年的时候 这个纽约时报的那篇文章啊 这个它讲中国之对的这个 那个标题里面 所说的那个内容我觉得讲的很对 它是说中国队民之不可为二为之 这就是中国精神 我想我们在做这个美洲杯中国之对 就是民之偏三有虎 偏向虎三行 很多的时候在资源 在条件在资金都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 我们在努力的为这个目标奋斗 我想这就是我们新一代的中国人的精神 任何一个新鲜的事 我总是有过过程 不可能一下子都齐了 那么今天马上大赛就要开始了 你对中国支队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什么样的心态去等待这个比赛 很激动 很期待 主要是期待我们今天能够取得好的成绩 因为今天的这个赛制很有意思 就是这一次机会 你能够取得什么成绩 就是什么成绩 你不能去埋怨别人 你也没有这个second chance 或者说再次的机会 这就是美洲杯的他的这种魅力之所在 那如果要是成绩不是很好的话 下一步怎么样了 那没关系 我们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这个只要不弃累 持续的拼搏 总有一天我们会取得好的成绩 马上这个卡斯卡伊斯就要结束了 我们就要进入下两战了 那么有什么样的比较重大的这个计划 我们回去以后就要再筹集更多的资金 能够希望我们这个船队有更好的技术的支持 鼓更好的队员 然后同时开始设计美洲杯的这个72次的那个新船 好的 祝贺你 然后也就中国支队记得好 好的 中国支队加油 谢谢